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我們來看到呢 這一次的台灣政策法案 其實這背後呢 重要的推手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包含了梅蘭德茲 還有格蘭姆 但是呢 我們講到梅蘭德茲的部分 它本身喔 因為它自己 就是紐澤西州這邊的 所以說呢 這件的法案去推動 難道都沒有利己嗎 大大的有啊 包含的呢 它可以直接設置這個 重要的軍工產業 它直接得利在自己所在的州 那不就是為了自己選區的利益考量嗎 所以這一些法案 先不管說到底能不能過關 這個其實出發意圖 也不是說真的為台灣著想 是不是這樣 帥將軍 這樣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訊息 好像是很複雜 有的都是互相抵住的 對不對 你既然提出台灣關係法 又有人提出反對 阿米塔吉就說現在時機還不到 對不對 那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回過頭來很簡單 像這些 參議員 眾議員 這些小卡 只是為了幾個軍火錢 我們不談它 我們先釐清楚美國對中國的大戰略目標是什麼 這個大家先想清楚 消耗中國 拉掉它世界老二的地位 這是美國 美中競爭的一個大目標 好 既然是這個目標 你如果現在台灣關係法做的 一點都不保留 很激進的話 會不會引起中國提前武統 提前 因為美軍對台灣的狀況 實力清楚得很 它要消耗中國大陸 一定是台灣能夠持久的消耗 不是一下子被守戰 即決戰就辭掉了 第二個 要韓國日本肯當助攻 協助台灣打這個代理戰爭 這三個條件它都沒有達成 為什麼沒有達成呢 台灣現在它在搞這個對稱作戰的這個想法 就是說空軍也沒有什麼樣 海軍也沒怎麼樣 你就在路上打城鎮作戰 持久消耗 那這個跟台灣國防部能不能接受這個想法 我養了這麼多年的空軍 花錢那麼多買了海軍 在這個兩岸戰爭裡面 你美國沒有給我任何新天的武器 空軍最怕的是跑到被摧毀以後 飛機起不來 那我是花那麼多錢買F-16V 後面還有66架陸續到 沒有跑到不是白買了 對不對 你美國為什麼不賣我F-35B 我直接起來嘛 還可以參加空戰 空軍起不來 海軍怎麼存活 我問很簡單的問題 你那還像以前一樣 蘇婆到日本海 出得去嗎 首戰機決戰 它一下就飛彈 火箭長城火箭彈 導彈 空軍就把我們重要的點都打掉了 那你美國真的要幫台灣 你不是拿庫存品來 為什麼 你應該是讓我空軍能發揮戰力嘛 海軍能發揮戰力 一個優秀的將領就是我手上的武器 全部發揮效果 不管戰爭失敗它都是成功的 你不能說我武器都還沒用完 人還沒打完我就輸了 這種將領是不合格的 台灣的戰略也是一樣啊 台灣要守得住 那陸海空三軍都要發揮最大的效益嘛 你看 為什麼說給庫存的 給了45億還20億 那誰曉得你庫存的是什麼等級的彈藥啊 那是不是送了大幅兵事廠去撤一下啊 能不能用啊 不知道啊 你賣飛機就賣了140億美金被美國撈走了 你這個65億又怎樣啊 能有什麼東西 能有什麼好的軍品嗎 第三個 我們原來的國防戰略是什麼 我空軍 導彈 不管源頭攻擊啊 海上決戰也好 先要消耗它一部分 最後在登陸最脆弱的時候 濱海決戰 陸軍要去打反登陸作戰 這才是守台灣最重要的關口 結果我需要的炮兵你不給 我需要的戰車你不給 為什麼我想我需要炮兵呢 我們現在的1051551 這些大流炮跟加農炮 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東西了 你現在這個109A64的這個炮兵 它可以有自己目標獲得的雷達 炮兵打仗要發揮效果就是要準嘛 不準的話 它一個炮彈炸開來 頂多三四十公尺的威力嘛 殺傷半徑不到50公尺嘛 那要準才能發揮效果 為什麼我們急著要阿巴丁的這個炮兵 它有自動搜索 有target acquisition的系統 就是目標獲得系統 它可以獨立作戰 它又是機動炮兵 這才是我們陸軍 是剩下陸軍最後要發揮效果的 是這個嘛 美國不給 它希望你每人拿著赤針飛彈 拿著標準飛彈 拿著這個小米夾步槍 躲得乘著你慢慢更加耗 這才是達到它的戰略目標嘛 所以才搞出一個什麼對稱作戰 對稱作戰不像義和團的符啊 刀槍不入啊 台灣老不信有沒有戰鬥意志力 躲到城鎮裡面跟敵人做諸死戰 人啊天生都是怕死的 那要不怕死呢 要有民族仇恨 民族仇恨 我們被日本欺負了上百年 所以才有抗戰八年的這個 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這個作戰 我們的記錄很清楚啊 黃埔學生22萬人死了19萬了 沒有一個投降的 可是國共內戰的時候一下就垮了 為什麼 它沒有民族戰爭的這個意志啊 對不對 那中國人 我們現在這一代的兵 跟大陸的有什麼仇恨 沒有什麼仇恨 沒有那麼深仇大恨 你為什麼你要甘願 被美國當棋子去做長期的消耗呢 所以為什麼定2027呢 因為這個佈局台灣的訓練 剛剛蔡委員講的 台灣所有的物資 包含車輛啦 工程車啦 推土機啦 這些資料它都要 美國要拿去做統籌的管理嘛 這樣才能夠讓城鎮作戰打下去嘛 因為台灣打城鎮作戰 你現在有攻勢嗎 有碉堡嗎 有地下坑道嗎 我們在金門能夠打 守得住就是坑道嘛 越南能打贏美國坑道嘛 韓戰能打贏那個美軍坑道嘛 對不對 因為你軍備弱嘛 面對軍備強的時候 你只有藏之於九地之下嘛 你要泡露在地面上的話 你存活率很低的 所以這個法我擔心的就是說 完全沒有我們國防自主的能力 被你美國一步一步牽上去 最近民進黨跟他配合很久了 要不然怎麼會有那個什麼資訊什麼仲介什麼法 來著正式時候 他就是能夠把你們所有電台反對的聲音都消滅了嘛 這就做到表面的團結嘛 對不對 那我到現在看 你怎麼能激發台灣這個草莓兵能夠有強烈的戰鬥意志 去遂行你所謂的城鎮作戰 這才是關鍵 城鎮作戰成功的 你像俄羅斯 史達林格勒 列寧格勒 莫斯科保衛戰 你知道俄國德蘇戰能死多少人嗎 全世界死最多的就是俄國 3000萬人 我們8年抗戰 320萬軍隊 這就是長期消耗的結果嘛 那我們現在2300萬扣掉一半老肉婦孺 扣了一半婦女 你有多少能力消耗 所以這個問題啊 不是 有了65億美軍的這個庫存品 國共兩黨都很高興啊 誰不高興 台灣有多一點武器啊 問題給的是你要不要的 如果是不需要的 打城鎮作戰的子彈啊 破擊炮彈啊 那些東西 能助台灣能夠防衛嗎 防衛能打得贏嗎 不用的再多也沒用 對 所以你現在就大戰 中華民國的最大的戰略 應該是第一要不是避戰 第二實在不行避不掉 我也抗擊第一級以戰求和 就現在俄乌戰場一樣嘛 打到有點膠著的時候 彈劾條件 而不是拿全民2300萬人當堵住 一次壓上去 因為台灣政策的法 現在應該不算避戰吧 有點引戰了 他沒有 你蕭美琴在那邊搞是避戰嗎 爭取世界上各國都來支持台灣 來跟他對打嗎 對 弄了一個 會議界60名外國議員 然後直接推動對中制裁 他希望可以以此來遏止各方的威脅 這樣子有用嗎 我是覺得沒有用 因為你搞的那些都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講話不止 你這樣美國這次 國會跟這個行政單位 兩個是對立的 如果這個國會這個案子 完全通過的話 國務院覺得我的權力被你拿走了 我的主導權沒有了 我模糊戰略 還是被你搞的戰略清晰 我是要 我還沒準備好 你逼著我上去 要去做嗎 我剛剛講的嘛 2027是因為美國在這五年裡面 台灣的佈局沒有完成 日本的修憲也沒有完成 日本的自衛隊能夠出兵海外的 也沒有完成 韓國跟日本還沒結合起來 所以美國的戰略感覺到 現在如果提前引起這個兩岸的戰爭的話 美國的戰略就泡湯了 因為解放軍現在他有實力拿你台灣 只是他在衡量國際局勢 時機對不對要不要出手 對不對 他現在也是一步步在佈局 上河會議了 金磚五國了 能源作戰了 資源作戰了 他還在搞吧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兩邊都 我覺得中國跟美國兩邊都沒準備好 但是注定的是我們 那個祭壇上那塊肉 誰來下刀子 我們已經擺上去了 你現在已經擺上去了 那塊肉擺上去了